你实话实说 为什么要去袁非 两年时间也不算太长 我只争朝夕 普普实实的多好呢 现在怎么了 连我都不认识你了现在 有这个夫妻两个 约好到那儿去探险的 主动请英请战当队长的 还有个倒霉蛋 后来也成为了特别好 当然也有效果这种啊 媳妇 你要去参加袁非医疗杯 想去远方找找谈 总之到了那儿之后呢 确实傻了 这么长的血栓 这每天看到我都现阴难 好不容易救过那个人 还是没有 我一个医生救了个人 难道我还是惹麻烦了吗 完成了交接工作 你就可以走了 这里可是非洲 这里可是非洲 我当医生这么多年 就没这么挫败过 我们有我们的言则 他们有他们的规矩 说我希望你记住 你不是来拯救别人的 更不是来施舍别人的 在他心里 这里不是异象 是故乡 我们要给当地留下一支 带不走的医疗队 我能懂我学的医疗 我能稳定 让您的实际 学会尊重一切你不习惯 当然我留下来 我一定对得起 自己胸前里面过气 能不能每天教我一些 我们肯定属于你们的死亡 信音 这位档案势里所有的东西 你能不能每天教我一些 你能不能每天教我一些 更高的时候你会恐惧 然后会逐渐喜欢人 省得离开 将来回到你的祖国 你也要成为你们医院的一把刀 你相信我 拉钩 我现在觉得 她是最适合在那里 有卖了什么地方 就有一个一个家 放心 几个年以后 也许有能 人家 在 讲究 故事 中国医疗队 将是大家永远的朋友 一 二 三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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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